如果肝脏已经存在脂肪过度堆积的问题 仅靠单纯的护肝就真的不够了 你更需要的是能够深入到肝细胞帮助代谢的细胞及营养品 肝脏脂肪排不出 肚子大的像怀孕 这说明肝脏已经存在脂肪过度堆积的问题 仅靠单纯的护肝真的就不够了 你更需要的是能够深入肝细胞清肝去油的产品 胖人先胖肝 脂肪堆积在肝部 四肢不胖 肚子大大 像怀孕 你找他 经常放屁睡不好 脾气容易暴躁 你也找他 嘴巴臭轰轰 尿多 尿黄 起磨 都找他 指甲有树纹 转化眉啊 偏高 找他就对了 肝不好的朋友啊 刷到我 你算是赶上了 这个知道的人多吗 一般人不知道 那就是很多人都花了冤枉下来呗 对 那你快找到 肝问题 等着自己好 肝不好 呵护肝茶调理 肝不好 能用民间偏方 肝不好 不敢喝酒吃肉 放心 不受苦 更不用花大价钱 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 肝问题是不会自己好的 不要拖着忍着不重视 经常放屁 睡不好 胃胀乏力 半夜尿多 尿发黄 大便黏黏 头发出油 掉发多 指甲入门 眼睛干色 偏头疼 嘴巴臭烘烘 皮肤搔痒 肚子大 疲惫乏力 提不起精气神 才后悔 但是 如果你因为便宜 不敢伤心 那我也不拦着你 毕竟 钱是你的 又不是我的 粉精华 温和好吸收 调理肝问题 一定要认准专业的产品 反正也不贵 现在点击下方 查看响起